很多人把猪肉买回来不是红烧就是炒着吃 都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从来都没有见过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准备一块猪粒鸡肉全部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然后用剪刀这样转着圈的剪 剪成细长条 全部剪好后切成约8厘米长的小段 然后放入碗中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白胡椒粉 再放点花椒粉 再放点姜末和生抽 然后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 稍微多抓拌一会儿 让食材吸收料汁方便入味 抓匀之后腌制10分钟 再准备一个碗打入一个鸡蛋 接着再加入适量的小酥肉专用粉 酥脆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小酥肉专用粉 然后分次少量的加入清水 边加边搅拌 搅拌成像酸奶一样的糊状 接着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加食用油做出来的小酥肉会更加的蓬松 然后倒入面糊搅拌均匀 让每根肉条都裹上面糊 锅里油温六成热 下入肉条 炸的时候注意来回翻动一下 让其受热均匀 把肉条炸瘦炸透 炸至表面金黄之后捞出 非常美味的小酥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小酥肉香酥可口 非常的好吃有解馋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